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兵器面名官 纳粹帮凶克鲁伯军工厂正在播出 卢尔 德国著名的工业地区 出产着整个欧洲质量最高的焦炭 作为该地区的一个主要城市 埃森有着炼铁炉的称号 1810年 弗雷德里西·克鲁伯 在埃森市创建了克鲁伯钢铁厂 他幻想着自己的产品可以消亡整个欧洲 但即使到他去世的那一天 这个理想也未能实现 作为钢铁厂的继承人 冷库高的阿尔弗雷德实现了父亲的理想 他将贝塞麦炼钢法和平炉炼钢法引入德国 帮助自己的企业在冶炼工艺上领先全欧洲 到了1857年 克鲁伯工厂已经拥有1500名工人 钢铁产量更是冠绝整个德国 一时间 克鲁伯公司的三环标志 成为了品质的象征 随着规模的不断壮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并不断向其出手军火 此外 克鲁伯的大炮还开始元宵海外 当时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 双方炮声呼响 满地都是克鲁伯的蛋壳 血腥的战争让克鲁伯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企业 与克鲁伯家族私交甚密的李鸿章 就曾代表清政府从克鲁伯购置了6793文大炮 其中 双管巨炮被安置在了定远 镇远 纪远等北洋水师的主力舰船上 然而 豪景不长 1902年 弗里茨意外身亡 由于生前没有儿子 克鲁伯家族出现了第一次继承危机 在欧洲 像克鲁伯这样的家族是非常讲究血统的 弗里茨生前只有一个女儿 贝尔莎克鲁伯 没有儿子继承的克鲁伯公司在当时就面临着被转卖的威胁 当然 德国皇室肯定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克鲁伯一旦落入对政敌的手中的话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属于种种考虑 德国皇室就为贝尔莎指定了一个丈夫 也就是我们中国当中的上门女婿 而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古斯塔夫 而且特别规定古斯塔夫必须加上克鲁伯的姓氏 他们的儿子将合法继承克鲁伯的家族产业 古斯塔夫克鲁伯本是外交家出身 有着日耳曼人特有的严谨与教条 在他的致力下 克鲁伯家族的生意不断升级 大贝尔莎炮 以古斯塔夫的妻子贝尔莎的名字命名 炮管长7米 炮口直径420毫米 炮身连同炮车重达120吨 需要有200多名炮手才能完成操作 体积如此巨大的重炮 在当时实属罕见 德军视它为扩张道路上的秘密武器 1914年7月28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五天后 随着一种巨大的呼啸声 大贝尔莎炮发出的45发炮弹 倾泻在法军的烈日要塞上 烟雾直冲300米的高空 冲击波将要塞周围几公里内 所有建筑的玻璃全部震碎 此后 克鲁伯更进一步 又推出了威力更大的威廉大炮 威廉大炮的炮管 是将210毫米炮管 插进380毫米的炮管内拼接而成的 长度达到了36米 若把炮身树立起来 起炮口要超过10层高楼的楼顶 为了支撑细长的炮管 不至于因为自身重量而弯曲 整段炮身都加装了辅助支架 炮弹飞行高度可达40千米 也是第一种能到达同温层的人造物品 而高空稀薄的空气也使阻力减小 从而提高了射程 该炮砲身加炮糖重125吨 整个系统重达375吨 从1918年3月23日至8月9日 三门威廉大炮从不同位置向巴黎 共发射了300多发炮弹 其中有180发落在市区 造成200多人死亡 600多人受伤 其破坏力堪称恐怖 克勒伯研制的这两款炮 一个达到16倍径 另一个更是达到了 有史以来最高的172倍径 这种水平也代表了克勒伯的制造实力 但是大口径火炮也有自身的弊端 制造过程费时费力费钱 在远距离射击的时候 精度还不高 弹着点散步大 机动性极差 托运这种大炮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所以这种大炮更多时候是一种战略威慑性武器 给敌人的后方制造恐慌 持续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让克鲁伯收获颇风 仅凭借军火订单 就直接盈利4.32亿德国马克 但这些亮眼的数字并没有帮助德国赢得战争 克鲁伯也和战败的德国一样迅速陷入萧条 工厂被协约国拆除 古斯塔夫被列为战犯 就连卢尔区也被法国人接管 这些破败的景象深深刺痛了一个人 他就是古斯塔夫的儿子 阿尔弗雷德·克鲁伯 这位和自己曾祖父 有着同样名字的年轻人 从小就受到了家族文化的熏陶 他被要求恪守时间 遵从纪律 即使在冬天 也不能待在装有壁挂炉的房间内 这造就了他坚韧的性格 以及日趋膨胀的野心 希特勒极具煽动性的讲话 再次让整个克鲁伯家族 看到了德国复兴的希望 随即 小阿尔弗雷德就在1930年加入了纳粹党 六年后 29岁的他被正式任命为 负责重整军备的副经理 1939年 小阿尔弗雷德正式接替父亲 执掌克鲁伯大权 从此 克鲁伯的命运 就被捆绑在纳粹的战车上 一路狂奔 1934年 德国陆军司令部 向克鲁伯下达了订单 要求他们设计出一种 可以穿透一米厚的钢板 七米厚的混凝土 三十米深泥土 设成在32公里以上的超级火炮 接到任务后 工程师艾利西穆勒博士 和设计团队 开始了紧张的研制工作 到了1939年底 第一门巨炮终于组装完成 小阿尔弗雷德 以其父亲的名字 命名为古斯塔夫巨炮 古斯塔夫重炮 口径800毫米 炮口可以钻进四名士兵 使用复合穿甲弹 弹重7100千克 弹长3.6米 最大射程38千米 爆炸当量250千克 可击穿7米厚的混凝土工事 古斯塔夫在战斗状态下 全长达53米 高12米 全重1488吨 这样的庞然大物 必须搭配在特制的炮车上 炮车有两个并列的板车 并列在两座轨道上 作为制造大型列车炮的鼻祖 克勒伯制造的这款列车炮 无论从弹道学 弹药技术 材料技术 还是创意方面 都属于列车炮家族当中的巅峰之作 主要体现在射程软 威力大 而且和这之前的威廉大炮相比 在精度方面也有明显的提高 古斯塔夫被希特勒 使为攻克马其诺防线的杀手锏 但其真正派上用场 却是在遥远的塞瓦斯托波尔 塞瓦斯托波尔 苏联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这里坚固的防御攻势 让德军吃尽了骨头 1942年3月 古斯塔夫炮千里迢迢 被运送到克里米亚战场 6月6日 一阵地动山摇的爆炸声 震撼了整个要塞 古斯塔夫一枚7.1吨的穿甲弹 从上而下滚穿 引发了苏军弹药库内 成千上万吨弹药的连锁式爆炸 战后 这里出现了一个小湖泊般的巨大弹坑 到了7月4日 塞瓦斯托波尔终于被攻陷 古斯塔夫强大的威力 震惊了整个世界 除了古斯塔夫这样的巨炮 克鲁伯公司的另一个拳头产品 无疑就是88毫米高射炮 战前 设计人员选择了88毫米 这一在当时尚熟罕见的大口径 并使其赋予弹丸较高的炮口出速 这个特点也为他日后成为有效的反弹客武器 奠定了基础 在1941年北非的荒漠上 沙漠之湖龙梅尔率领的北非军团 与英军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龙梅尔手中的坦克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上都不占优势 但龙梅尔认为沙漠作战可以最形象的比喻成海上作战 谁拥有最大射程的武器 谁就有最长的手臂 龙梅尔所说的手臂 正是克鲁博研发的88毫米高射炮 从88毫米高射炮 4号中型坦克 以及虎式重型坦克 再到铁拳反坦克火箭桶 和23型潜艇 克鲁博的产品几乎覆盖了军工生产的各个领域 克鲁博就像一部战争机器 将各种资源转变成纳粹的杀人利器 当时有人形容了 克鲁博就像草原上一直突揪 德军每占领一个地方 他就派人到前线去抢战利品 一开始还假惺惺的 给对方一点费用 后来就干脆变成民抢了 而抢的物资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既有个铁 蒙 铁蝎 铝 铜 这些战争资源物资 也包括各国的武器设计徒子 甚至是武器设计人员 除了掠夺资源 克鲁博还在无情地吞噬着生命 由于战争爆发后 德国本土的青壮年纷纷走向了前线 因此克鲁博奴役了大量战俘投入生产工作 其中苏军战俘就达到一万五千人 1943年 克鲁博又在集中营附近建造了工厂 并强迫被关押的犹太人 从事重体力劳动 到了战争结束时 克鲁博奴役的劳工 净多达二十多万人 这些人每天都生活在监工的皮边下 即使有盟军飞机的轰炸 也不得离开岗位 在战后的审讯中 小阿尔弗雷德对此共认不讳 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表示 在克鲁博家族的巨大遗产中 这间囚室是属于我的那一份 1945年3月 盟军对克鲁博位于埃森的工厂 实施了大规模的轰炸 整个工厂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不久 纳粹政权就像那些厂房一样坍塌 4月21日 小阿尔弗雷德 在附加的福格尔别墅内 被盟军士兵带走 在战后的纽伦堡法庭上 小阿尔弗雷德因反人道 掠夺被占领地区资源 和阴谋反对和平罪 被判处监禁12年 与此同时 克鲁博的工厂也由英国人接管 厂内大部分设备被整体搬移到盟国境内 作为战争赔偿 1951年2月 小阿尔弗雷德被提前释放 他企图东山再起 开始整合资源 将主营业务投入到民用领域 成功使克鲁博的年营业额 达到了15亿美元 冷战时期 美国和英国都向武装德国来制约苏联 所以他们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 来恢复德国的工业 克鲁博也获得了大量的订单 元气也很快得到了恢复 可以说 克鲁博的东山再起 是散了冷战的光 但是克鲁博这种传统的家族经营模式 在理念上实在是过于成就 没有了政府的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再加上美国资本的冲击 克鲁博很快就进入了一个举步维艰的局面 克鲁博的复兴终究是昙花一现 随着传统钢铁行业的没落 克鲁博的营业额也逐步走低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 克鲁博集团到了濒临破产的境地 1999年 补兴终钢纪念碑 他的出现告诉后人 这里正是克鲁博的诞生地 在不远处的厂房中 具有百年历史的冲压锻造车间 依旧在工作 仿佛在讲述克鲁博 曾经的辉煌与血腥 经过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飞速发展 到了一战爆发前 德国已经成为了欧洲头号攻灭国 纳粹阴影下的德国军功 为何最终走向覆灭 敬请收看兵器灭灭关 纳粹阴影下的德国军功